每周五聚焦最新过期特色资讯 欢迎收看本期特色观察室 我是查士 先来看几则简讯 艾斯奥特曼50周年活动发布海报 做得跟有剧场版一样 结果只是直播聊天 对此杰克奥特曼表示 有直播聊天就不错了好吗 经典怪兽拉贡登场 官方意为螺拳 疑似出自拉贡的螺拳腿 做大坠机后德凯奥特曼出现 众人表示 德凯奥特曼是谁变的呢 完全不知道呀 假斗CSM1.5万法公开 但还是不敢请谁到红配音 推测下次再版会叫1.75 福士应兽首次识别 原因是还没变身 东应表示白衣服脏了不好洗 几乎高达形态登场 数据依旧不敌推进器 万代怨声再到 直呼 这他们还怎么卖玩具 豹太郎战队的最强战力 东杀手杀手登场 兵士焕德表示 谁把我的羽衣穿走了 企鹅兽人的身份 以次为逃古次郎 马化腾表示 你看我说不是我吧 超级战队依然没有引进定导的消息 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近日假面骑士疾呼 发布与蜡笔小新的联动海报 这已经不是假面骑士第一次和蜡笔小新联动了 之前的假面骑士电王和假面骑士Falls 就有和蜡笔小新联动过 此次将会怎样联动 也激起了观众们极大的好奇心 为了满足观众们的期待 我们提前偷跑了假面骑士疾呼 和蜡笔小新的联动内容 假面骑士疾呼联动利维斯的剧场版 又公布了新预告 讲述了由磁田铁羊 扮演的库拉斯 组织了一场 抢夺一灰蒂蒂的婴儿恶魔的比赛 一次致敬宝贝计划 两个抢婴儿的怪人 由绝川亮和神谷浩史配音 游戏中出现的假面骑士西卡 轰戒针由大罐永甫扮演 值得注意的是 西卡此次无论是造型还是变身道具 都使用的全新设计 没有像之前一样 换了个颜色就当新玩具卖了 观众们欣喜地表示 万代终于不偷懒 但与此同时 一则寻物启示也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谁把我武器拿走了 急死我了 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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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特辑王 假面骑士西卡的造型 是一个很有金属质感的鹿 因为是铁鹿 所以会偷特辑王的武器 也情有可原 头部的造型是鹿的头骨 依次致敬卡拉卡拉 根据变身道具推测 应该是可以同时使用锤 枪 剑三种武器 装甲也是浓浓的工地风格 八发看到后非常敬佩 并表示咱们工人果然有力量 在上集的假面骑士疾呼中 新形态指令形态登场 但并未采用传统的开盲盒方式 而是由管理员直接送 观众怨声再道 毕竟特设区的观众就爱看开服带 同时变身后的初始造型 只是多了个眼镜 广受好评的高达形态 要开臂杀后取下另一边的带扣 才能出现 登场时间极短 对此不破检表示 这也就是疾呼 要我直接把你给掰下来 但看到这么好看的皮套 还是有很多观众表示 希望能让这个形态多多出场 毕竟之前几个令和骑士的强化形态 都被改到妈都不认识了 同样不满的还有虽然是管理员 但员工没一个听话的姬洛莉 设计部背着她升级怪物 开发部提前把带扣送给玩家 特务部疑似下级反水 连最听话的秘书都预言顶撞她 很多观众表示 这不是勤酒吗 怎么把头发染黑了 之后根据预告 气急败坏的姬洛莉 即将变身假命骑士炫光 亲自下场阻止服饰应兽获胜 场面一度十分玩不起 像极了看到有梦做盗版游戏的瞎角 而看到姬洛莉刚变成服饰应兽的父亲 很多观众表示 假面骑士的父亲果然是高危职业 一些年长的观众表示 我孩子要是长大想当假面骑士 我就打断他的腿 上周的豹太郎战队 生动地告诉了观众 什么叫烂到极致就是好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致敬艾斯奥特曼 在本集中先是主角团意外放出了 能将豹太郎战队团灭的东杀手 又意外放出了能将东杀手杀掉的东杀手杀手 最后两个杀手打得不可开交 地球就跟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完全看不明白这集到底想表达什么 但放在这部片子中居然还很好看 很多观众开始质疑起了 自己的审美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 希望亚伯人能好好学着点 同样是杀手杀手打杀手 为啥人家导演的就这么好看 在《守望先锋》的第二赛季 《通行证奖励》中 竟然赫然出现了假面骑士阿妈纵尼尤 仔细一看才发现是士兵76的新皮肤 很多粉丝看过后表示懂了 就是说守望先锋和千亿一样活不长呗 在《假面骑士》系列中 很多角色的退场确实引起了很多人的共情 你最印象深刻的是哪位角色的死亡 欢迎在评论区与我们一起讨论 我是茶室 我们下期再见 《 Uganda》 《中方案》 《 Clint 雪 若 女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